用電腦用得這麼壞 頭和肩膀都向前傾 坐姿又錯了 不行不行不行 玩電話 頭又扔到這麼前 對於頸的負荷會很辛苦 你不累嗎 你污到這麼前 地心級你就把你的肌肉掉下來 法理問好心 不太行 你們也不太行 所以我們今天都坐到隻一隻 因為寒貝是香港人最常見的通病 但你千萬不要小看寒貝 因為當你寒貝的時候 你的身體神經處於一個受壓的情況下 間接影響你身體的器官 曾經有人因為寒貝寒得太嚴重 或者太久 而令到有腸胃的問題 好像便秘一樣 其實是有三類人特別容易 寒貝或者肩頸不適等等的狀態 就會是OL或者是經常打電腦的人 如果你經常坐得姿勢不正確 又容易有腰痠背痛 如果你經常翹腳 又容易有座骨神經痛 還有如果你是老人家 又會容易有退化性的關節炎 所以在看這條片 你們可以和我們做一做測試 看看你們有沒有寒貝 首先你需要一幅牆 然後腳跟、肩頭、後尾枕緊貼牆 之後把手向後伸到腰間的位置 測試一下腰間的胸隙可不可以伸得入一隻手掌 如果伸得入手指或一隻手掌都代表正常 但如果連前臂都伸進去 就代表你的寒貝問題都很嚴重 以我所知日本正在流行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改善寒貝和肩頸酸痛 我們現在一起去試一下吧 首先雙腿打開 和肩膀保持同一個闊度 然後手掌緊貼牆壁 雙腳慢慢屈曲 膝蓋靠近腹腸 背部好像要遠離牆壁般拱起來 保持動作不變 伴隨著5秒呼氣 5秒吸氣 重複動作5次為1組 每日做2組動作就可以了 當腋下附近位置或小腿都感覺到宣軟 就代表動作正確 千萬不要把屁股向後退 我們不是在做心盡 這些筋骨痛症 其實在中醫角度來看 都是屬於鼻症的範疇 即是說如果有風寒濕熱這些外邪 侵襲到人體 閉塞了你的經絡 令到氣血運行得不暢順的時候 你的肌肉 筋骨 關節 都會出現一些 鼻麻酸 痛 症 甚至是很重 或者關節變形等等的症狀 還有時會局部發熱 除了外在因素 內在因素是甚麼呢 中醫理論有說的 肝煮筋 皮煮肌肉 腎煮骨 如果你本身是有肝皮腎不足的話 就特別容易出現這些筋骨痛症 例如肝血不足的話 就容易發生抽筋 如果你本身皮虛 就容易覺得肌肉酸軟和重聚 如果你本身腎虛的話 又容易腰膝酸軟 那可以怎樣算 如果想預防筋骨痛症的發生 最緊要都是要保持經脈的通腸 平時就要注意保暖 做適量的運動 和調理好脾胃 讓你身體沒有那麼容易脹濕 另外想調補肝腎 就可以吃一些保腎的食材 例如有栗子 合桃 黑豆黑芝麻 杞子 或者桑橙等等 都可以的 那我們的植米水有黑豆黑芝麻 就可以保腎強筋骨 都可以的 那大家就快點 跟我們剛才教的方法 去測試一下自己有沒有寒貝 和改善寒貝的方法 另外都可以飲植米水 去幫你保腎強筋骨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記得see you next 下次見 bye bye 還有你看看 你的臉部肌肉是因為地心吸力 二十多歲女生就這麼小 回來問到腸外人 你會不會告我 告我約代員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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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